市府家庭教育中心慶祝祖父母節 祈禮後幸福祖孫情 快樂鄉親走的外島 阿公是穿著生長 阿嬤穿著旗袍 帶孫子來競爭這個時光水島 也作秀的方式 鄉親不敢攜帶的幸福祈禮 在市長也來辦公宗拜 給學部30年 二月已經90歲的祖親祭崗 感謝他對社會學部的付出 大家是為了慶祝祖父母節 祈禮後祈禮後祈禮後 快樂象牽他們穿過多年 一開始有阿公穿著生米樓 阿嬤穿著旗袍 帶孫子走向時光隧道 依作修風洩 用錢不敢攜帶的幸福祈禮 送給孫子也代表平安 很高興今天參加主婦女節 希望所有小朋友 在老師的指導下 都能快快樂樂的成長 信信服服的貼心 謝謝阿嬤 阿嬤我 阿嬤跟阿嬤抱一下 他近周的八點當中 市長的方法宣伴 讓大年志願的阿公和阿嬤 已經讓父母有30年 年紀90歲的祖先志願 也感謝他對小月的父母的付出 也希望這個八點 來優勤家庭的母親生活的鼓勵 現在在這個社會價值 慢慢改變的時候 大家還能重拾這個傳統 也能夠讓我們的阿公阿嬤 事實上他一年付出 每年付出的這個辛勞 照顧我們的孩子 幫爸爸媽媽照顧我們的孫子 而且也能夠讓 許多社會正確的概念 不會因時間地點改變的概念 能夠持續的延續下來 市府教有叫表師 借我當時選擇祖父母的威大 以及對家庭的重要性 讓年輕的世代 可以向祖父母學習 並且對中間的關懷和照顧 讓台南市生為一個歌靈優勝的神奇 幸福祖孫情 快樂向前行 過去growth 第五日阿公 街上修建委 當區超遠中 箱 顛尾 經濟 書